正在弹唱的老人名叫谷建芬 是著名龟桥作曲家 日前 谷建芬获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谷建芬1935年出生于日本 六岁时随家人回到中国定居大连 谷建芬从小受到音乐熏陶 他说音乐陪伴了他的一生 我常常记得我妈不放音乐我不起床 放音乐我就起来了 那么这个音乐就陪伴我整个的人生 妈妈打我了我就跑到平台上 一面唱着歌一面哭 到我一直长大 就是所有的玩的他都有歌陪着你 几十年艺术生涯中 谷建芬创作作品尽牵手 享誉海内外 被誉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通俗音乐创作者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思念滚滚长江东世水等歌曲广为传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是中国人等歌曲 则寄托他对祖国的眷念 常常呢也要出国去到拉美很多国家去访问 中国的华侨 所以见到外国的中国华侨以后呢 他们也常跟我们说 就是老是问说你们是哪里人 就是他们常常觉得 好像人家对中国这个字不了解 回来以后我就想 我是中国人 这个歌我要赶快把它写出来 歌曲《我是中国人》创作于1999年 整首作品用磅礴的气势 展现出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 自强自立与自尊的品格 问世以来 这首歌广受中国国内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喜爱 那么这个歌写完了以后 第一次到国外 我就在吃饭的时候 就这样空口就给他们唱 唱完了以后 他们就哎哟 就是掉眼泪了 我就觉得奇怪 他们怎么会哭呢 后来他们就觉得呢 这一首歌给他们带来 他们深入海外的一种骄傲 我就每到一个国家我都唱这个歌 2005年起 70岁的谷建芬决定为孩子创作 他从《唐诗诵词》中 临选适合少儿演唱的作品 谷写成节奏明快 一学一唱的心学堂歌 让孩子清静 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 创作期间 为补足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 了解不够的短板 谷建芬花费了不少精力 当时我又找了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 有名的一些文学家 这个我就找他们给我讲 这首词和那首词 哪个朝代的 这个作者是怎么个情况 这个诗的内容是怎么个情况 所以差不多是在12年的时间 我写了50首古诗词的歌曲 谷建芬的作品汇集成心学堂歌出版 目前心学堂歌已在北京 上海 深圳 厦门等地推广 他说希望让孩子通过音乐 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 如今 谷建芬主要以整理早年作品资料为主 他说自己偶尔也会创作 并会一直写下去 走在马路上很多人都说 哎呀 郭老师我听你个儿长大的 我说这个对我是最大的奖赏 就是这些人他在成长过程中 这些音乐伴着他 我说那是我过去梦眉一秋的 我还再写个20年 争取我活到104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